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继续谈一谈朝鲜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了雷探长的有一期视频 雷探长是一个网红 我相信在国内的小伙伴对他并不陌生 在这个YouTube上边我看也有很多的订阅量 他有一期出了一个视频节目 就是谈朝鲜的 为朝鲜证明 就是说朝鲜特别的幸福 我看出来他这个口味和中国的官方 那是一脉相承的 他就拍这种视频 然后把这个 我觉得把中国人的骨气都给拍霉了 你可以不说实话 但是你不能助纣为虐说简话 所以今天我这期视频我就要戳穿它 那首先我要定一个基调 就是我对于朝鲜的金家三父子的统治 是持否定态度的 而且我对于一切独裁的统治 控制言论自由的统治 都是否定的 而且是反感的和唾弃的 我认为这些人的一个统治 特别的没有技术含量 而且也特别不尊重人 不尊重人权 所以一切不尊重人权的国家 那都是不值得生活在这个国家的 而且都是王八蛋 那咱们回过头来接着说这个朝鲜 朝鲜这个金家三父子 把朝鲜分为 把朝鲜人分为三点 第一点人是核心阶级 核心阶级住在平壤 好地方是吧 吃的用的玩的都好 而且享受了很多的国家的一个资源 那么还有50%的人是第二党 这50%的人生活在哪呢 就是朝鲜的周围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段 叫什么 叫动摇阶级 那么还有20%的人生活在山区 这些人呢 就叫敌对阶级 那这些敌对阶级呢 不让他们生活在沿海地区 怕跑 边境线地区 不行 是吧 怕他们跑 就给他们撵伞上去 只要朝鲜一爆发这种 特别严重的一个危机 或者是自然灾害 粮食不够吃了 就这些东西 这些人是最早死掉的 所以这就是朝鲜的一个统治 他要了17年的一个海外的援助 就是这么一个国家 我相信他现在依然 他们会有营养不良的一个存在 尤其这些敌对阶级 他就有点像文化大命 就咱们过去毛泽东统治时期的 那些黑五类 地富反坏右 是吧 就像这些人 把这些人分门别类的 如果你是这些阶级 你永远不可以翻身 就比如说朝鲜的这些敌对阶级 这些敌对阶级参军的时候 不会升迁 不会有一个在军中有一个荣誉 而且啊 这些人还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教育 他不可能去上大学 因为朝鲜的计划经济嘛 你只有核心阶级的 才能去上好的大学 上完好的大学 那之后呢 当公务员是吧 继续奴役你们的人民 使自己有一个好的位置 或者是好的 怎么说 好的收入吧 就是这样 你看看是不是跟某国很像 所以说我这么反感 这么痛恨这种统治 如果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 如果我在朝鲜 我绝对会偷渡 是吧 我要是我在 我要是在朝鲜的话 我要是那些 比如说是敌对阶级的 或者是觉得对朝鲜 统治不满的 我立马就跑 不管怎么样 冒着生命危险都要跑 这种国家真的不值得 太难受了 是吧 拿人不当人看 那咱们回过头来说 这个 这个雷探长的视频 我戳穿他的谎言 他这个视频的风格 跟我这个差不多 只不过他多了一个提问的 一问一答的这种形式 来回答问题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雷探长回答的问题 真的是 咱不能说他巧舌如黄 因为他回答的也不怎么好 他的逻辑根本都不同 就是大家都知道 谎言这个东西 一戳就破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就戳破 这个雷探长的一个谎言 这个他可能代表在国内 捞紧的这些自媒体人的 一个嘴脸 真的特别恶心 包括台湾的那个球艺 来大陆捞紧的 我真的特别恶心 我认为台湾能产生这种败类 也是台湾的一个不幸 是吧 还有那些在大陆 做这个自媒体 做自媒体的台湾人 我真的 你们 范是跟政治有关系的 娱乐的我不说 为什么呢 咱不能一干的打翻一船人 对吧 我就是说 在大陆做相关政治内评论的 这些台湾人 你们的良心呢 大大的坏了 是吧 大大的坏了 真的罔顾事实 我不是说不允许别人批评台湾 对吧 批评 比如说他的新闻 乱着着的什么 来回 也有相关的社会的一些问题 对吧 我不是说不允许 你们批评台湾存在的一些问题 民主国家 它也存在问题 但是你不能说是 一味的批评问题 而且符合当局 符合大陆当局的一个口味 是猛烈的进行抨击 而且把不是真相的一个东西 把假的说成真的 这个是我特别反感的 哪怕你就是抨击台湾 可以 你只要抨击的都是事实就行 对吧 我也认了 那好的你怎么不说呢 那言论自由你怎么不说呢 他其他他没有网 他没有墙 对吧 互联网他没有高墙 你怎么不说呢 还有他们这个民主选举的一些政策 让咱们大陆的人 更加了解 就是台湾的一个选举 或者台湾人到底生活在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没有言论管控的国家吧 人都特别的自信 那他的身形建设特别好 而且台湾的这个护照 去哪个国家 去世界的任何发达国家 都特别的好用 这个你们怎么不说一说呢 所以说我对于这些 在中国做政治类题材的台湾人 我对于你们呢 我真的觉得 我就发现中国人的这种裂根性 在哪个地方都有 发现没有 只要是在中华文化 一脉相承 无论你是在大陆 你还是台湾 都有这种恶心的人存在啊 好 那咱们回过头来 接着说这个雷探长啊 雷探长在这期节目呢 他我总共给他列举了11点啊 希望更好的还原这期节目 那么大家有机会呢 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就是你看一看 他是怎么那种惨媚的一个嘴脸 就是这个雷探长 那么第一条啊 他说之所以这个北朝鲜 对吧 金三胖 他家金三胖 要做这个核武器 是因为啊 美国制裁他 所以说呢 没有办法想做点武器 就是发展一下这个民族自豪感 那有拿做核武器 发展这个民族自豪感呢 再一个 我想跟大家说啊 这个是因为金三胖 就金家三父子吧 对吧 金家三父子 就做这个核武器 才遭到的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制裁啊 那不是说 那个他这个制裁他了 他才做的武器 这首先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啊 是他先做了武器 才制裁的一个他 那么第一点呢 这个雷探长 他就做了这个一个歪曲事实啊 那第二点呢 说朝鲜没有饥荒 人过得很幸福 说在雷探长的采访的过程当中 没有饥荒 朝鲜已经要了17年的一个 一个这个援助了 对吧 海外物质的一个援助 就是这粮食的援助 那么咱回过头来说 说现在你没有饥荒了 有没有营养不良 你所拍摄的这个道路 对吧 你所拍的人 不都是官方给你安排好的吗 你采访没采访那些 20%生活在山区里的人 你采访那些敌对阶级啊 难道那些敌对阶级就该死吗 哪有人说敌对阶级的人 生下来的孩子也是敌对阶级 子子孙孙 无穷溃野 所有的人都该死 什么意思 怎么还能在这么 20亿世界 还能把人分成三个阶级呢 而且还四习制 变态吗 那么咱们回过头来说第三点啊 说朝鲜的森林 覆盖率很高 空气质量很好 没有PM2.5 胡扯啊 这个朝鲜呢 它这个工业 说实话真的不发达 即便是你在平壤 你在早上起来 它那个大眼睛呼呼冒 就是我看了一个 有一个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纪录片 是关于朝鲜的 叫田谷园导演拍摄的 它在早上起来之后啊 朝鲜的大眼睛就呼呼的冒烟 就当时这个PM2.5就已经有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田谷园导演拍的 它这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一个大二的学生去朝鲜旅游 真正的感受了一个朝鲜 拍的特别的客观 特别好 我认为咱们中国有这种 孩子啊 我觉得挺好 对吧 一个大二的 大学生拍的一个视频 而且拍的我认为 比雷探长好太多了 真的 我就真的觉得 就雷探长做自媒体 能做成这样 还这么有市场 我认为这个孩子以后 肯定更加的前途无量 当然了 我是指在海外市场 他要是在大陆 这个视频他都播不出来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一段 说朝鲜分三个阶级 他在大陆都不让说 因为为了维护这种 中朝的一个关系啊 是吧 你看俩人关系好 你说跟这种 独裁的国家好的人 你说他这个 他自己是个什么货色呢 那这个是我特别打问号了 大家自己去想 我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进朱者赤 进末者黑 对吧 那我就不跟大家说别的了 回过头来说第四点 说国外的记者拍摄的都是朝鲜人的 饿死人的一个画面啊 都是4比3的 而且设备很差 说这雷探长拍的都特别好 你拍的都是官方上你拍的 随便拍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设备好呢 又能怎么样呢 对吧 这是跟设备有什么关系 咱们还原历史 还原真相是最正确的 而且这个说是4比3的一个画面 那意思老了 没有这个真实性了 那我在想 那现在国外记者也想去拍呀 对吧 你要明天朝鲜 假如说金山胖给我一个特权 说让我去拍朝鲜的敌对阶级 我立马就用着我这个 我这个4可以去拍 是吧 不行 我再买一个最好的 我买一个顶级的拍摄设备 我去拍 我感觉我拍完那个敌对势力 肯定这个片特别火 你信不信 就个啪啪给这个雷探长打脸啊 你根本都没有拍到朝鲜的这些敌对势力 所谓的敌对势力 世袭制的 生生世世的 当这个敌对势力的 大家看一下田谷原导演的拍摄的一个视频啊 他19年去的 特别的新啊 这雷探长是18年去的 按理说这雷探长真的是揣着明被装糊的啊 他18年和19年能插成什么样 都是一脉相长的玩意 前后脚的事 所以你就看这些东西啊 我跟你说 跟大家这么说啊 就这雷探长 你要是去拍这些真实的朝鲜 你就没命了 你信不信 朝鲜还有一点啊 就13年嘛 把这个 因为在边境嘛 这个南韩把他们拍的一些视频呢 就是通过这种 因为当时13年那天有那个DVD嘛 对吧 而且那个DVD设备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还买过呢 以前我买过一个DVD嘛 直接把碟放里头 这个设备就能播放 他在这连播放的液晶面板 连播放器啊 就是一体化的 就这种东西 从这个南韩运到了朝鲜 朝鲜看完之后被逮到了 被逮到之后这些人枪毙了 就是这样 朝鲜就就左到这种 这种程度啊 看一下朝鲜 看一下韩国的一个电影 DVD 完事就被枪毙了 而且这朝鲜呢 连那个男人和女人的发型都要过 不允许染头 什么都不允许啊 就是必须是那几个发型 就是国家都会规定的 什么都规定好了 咱们回过头来接着看呢 第五点 说朝鲜可以买卖房子 我想朝鲜这个房子 连窗户都没有 谁会去买卖呀 而且这个雷探长还说 说朝鲜这个房子 不但可以买卖 还可以炒房 说你这个买完房子之后呢 可以以十倍的价格卖出去 并还列举了 说中国香港 还有新加坡房价贵 说朝鲜房价便宜值的投资 你说这个人 大家用 大家你说 怎么能相信这个雷探长这个嘴脸呢 说朝鲜可以买卖房产 我真的呢 我真的呢 我真的 我真的对他已经无话可说 朝鲜怎么要发展改革开放了吗 对吧 一会咱们会讲到改革开放 谁会去朝鲜买一个没有窗户的一个房子 而且朝鲜为了这个四面整洁 家里头啊 不允许在这个阳台挂衣服 这这衣服怎么挂 给你搁屋里头挂 那大家想一想 屋里头得多潮啊 阳台就为了四面的整洁 街区的整洁 不允许挂衣服 就这么一个国家 我真的受不了 而且还没有窗户 就是这个田谷员导演拍摄的这个视频呢 就是所有的朝鲜都没有窗户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说是为了看着好看 那你说这朝鲜到底是什么国家 我感觉特别 你这两个人说话啊 一个是田谷员拍的 一个是这雷探长拍的 两个人说的截然相反 那么之后呢 咱们接着看啊 第六点 说朝鲜呢 要先富带动后富 要改革开放了 说是朝鲜也有这个意图啊 希望好 希望朝鲜人民过得更富裕啊 我就想问这雷探长 朝鲜有一个改革开放的 试验基地是2016年 就宣布给停办了 是吧 叫开成工业园区 2016年就已经停止了 这个工业园区都没运营两年 就完事了 而且这个工业园区干啥 就整点什么真资品的什么的 往而用一架朝鲜的廉价的劳动力 一般都是韩国这个企业过来办的 没几年不就歇菜了吗 16年就停止了 大家就看一下朝鲜那个左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 不愿意去这些左的国家投资呢 一个政策下来 你的厂子都给你撵走了 对吧 你的厂子就不是你的厂子了 而且这个由 现在这个开成工业园区啊 已经由国家接管了 所以这雷探长 你18年你还被朝鲜唱善歌 你还说他要搞改革开放了 他都已经16年就开始停了 这个厂子一直也没有回复啊 开成工业园区 你说他要搞改革开放 你不顺嘴胡说的 胡说的 你说这个就跟说中国要言论自由了一样 让我觉得可笑是吧 那么第七条 说朝鲜美女啊 不外嫁 说是因为朝鲜的这个美女觉悟高 要嫁呢 也必须嫁这个党员 还有当时 大家觉得你觉得可笑不可笑 要嫁党员都是我了 怎么党员比 党员就是 党员咋叫亮晶馆呗 是吧 就特别光辉 特别灿烂啊 而且啊 这个说朝鲜美女不外见 如果你想娶朝鲜人呢 你必须你说 你得生活在朝鲜 是吧 而且这个雷探长说了 说这个 如果你有才华的 你就鼓励你去朝鲜 你会生活的更好 哎呦我去了 我问一下大陆的小伙伴啊 如果你们是特别有才华的人 你们能不能去朝鲜 就为了娶一个朝鲜的女人 晚上在朝鲜待着 接受她那种统治 你受得了吗 你不允许连接外网 是吧 你互联网你都连接不了 美国啥的 你全都看不了 你只能用那个朝鲜的内网 而且天天要被那种视频的轰炸 朝鲜那个国家广播电台 连一个广告都没有 它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就连一个广告没有 就这种封闭的一个国家 那你 你就是这么说吧 朝鲜连一个苹果手机都没有 而且这些吃的用的玩的 什么都没有 就有他自己国家的一个国产的 什么阿里郎手机 还是什么手机 就那些东西 我看完那个视频 就田国元拍的视频 我真的特别难过 第八说了 这个外交 外交方面和中国关系特别好 是值得赞扬的 这个雷探长说的 那我觉得 这是真的 就是基因一样的玩 就是都是 要有一句话说 叫臭味相同 是吧 臭味相同 咱们接下来说第九条 是关于脱北者的 他说这些脱北者的描述 是不可信的 是不是事实 说为什么呢 说这些脱北者 都拿这个美国的纽约 和朝鲜的农村笔 他说这个是不具有 可对比性的 他说应该用农村和农村笔 那咱们好了 那咱们就拿这个朝鲜的 这个政绩工程 是吧 就是你雷探长拍的视频 你拍到的这个朝鲜的农村 和美国的农村笔 那也可以 你也比不过美国的农村 而且你看一看 这种人的生活的 一个外貌 样貌 一个个都面黄极瘦的 一个个的脸 你看那个扭曲的表情 我一看他 我就想起了中国的同胞了 是吧 我真的就看你们这个脸色 你看中国那些 说假话的人 包括胡怡静 你看看他们 五官是不是扭曲的 对吧 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发言人 你看看他们那些 五官是不是扭曲的 所以说呢 一个人呢 面 怎么说 相由新生 是吧 真的相由新生 那么说 而且这个雷探长 进一步侮辱这个脱北者 说什么呢 说在朝鲜生活的不好 不勤劳 种不出粮食 而且没上过学 所以说这些人才脱北 我想跟大家说 敢脱北的 都是一些有思想的 有文化的 有这个远见的 虽然他们在朝鲜 没上过什么好学校 那不是他们的原因 是朝鲜官方 不让他们上好学校 金家三父子 不让他们上好学校 那他们怎么上呢 对不对 你都是国有控制的 你怎么能赖人家不学习呢 还赖他们不勤劳 那我想这么说 凡是能逃出来的脱北者 都是特别值得赞扬的人 这些人呢 都是特别有远见 而且是开眼看世界的人 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脱离了朝鲜的统治 为了一个幸福的生活 值得赞扬和褒奖 而且这个雷探长继续说了 他说什么 他说当官的子弟都见过四面 所以说呢 当官的子弟过得非常好 那这还用他说吗 这个不是一句废话吗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在讲脱北者的时候 还整一个当官的子弟 都见过四面 那这还用你说吗 那金正恩还去个瑞士留个学呢 所以他这个玩意没有逻辑可言 没有逻辑可言 那说而且还说啊 说有的人呢 在朝鲜生活得很幸福 虽然他觉得苦 但是呢 享受这个过程 就被奴役的一个过程 是吧 痛病快乐的 嗯 玩了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说他能体会在朝鲜呢 虽然受苦啊 觉得累啊 觉得苦 但是呢 他感觉到有一种被重用的一个感觉 那我 凡是在朝鲜被重用的人 都是奴役人民的人 都是值得被定在历史的吃辱柱上的人 第十条呢 是这个 那个雷探长说了 说有的丹东人 就是说有很多朝鲜的伙伴跑过来了 就是脱北了嘛 脱北之后不又被送回去了 是吧 送回去这想一想就很惨 是吧 而且啊 这个丹东人 说当地的老百姓啊 跑过来的这些脱北者 就说 说朝鲜特别不好 这雷探长就说了 说这些丹东人呢 仅仅是听了他们的一面之言 是吧 而且朝鲜人呢 对于中国特别的了解 说丹东啊 不是什么好地方 说中国呀 什么上海呀 北京的广州 才是好地方 所以说朝鲜人呢 对于中国 还是很有一个了解的 那我在想 那你说 而且啊 这个雷探长还说了 说这个丹东人呢 他们没有去过朝鲜 就是凭这种一面之词 我想再这么说 我说就雷探长 你去朝鲜了 你看到啥玩了 对吧 你标柄了你这个视频 看到了朝鲜的一个真相 你到底看到了真相吗 那20%生活在山区的人 你怎么不去拍一拍 看一看呢 你拍完你就没命了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啊 而且这个雷探长说 说丹东的当地人 就是接受这些脱北者的人 他们不了解这个朝鲜 那我想人家当地人呢 能够接触到这个朝鲜的人 那个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因为当地人就生活在这个朝鲜 这个国家的旁边 还不了解朝鲜 比一个你这个做自媒体的是吧 去朝鲜 让官方安排的游了一圈 你就了解朝鲜的全貌了 你这太开玩笑了吧 对不对 那大家都知道脱北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那这些人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脱北 就证明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不幸福 在这个国家给不了他自由 给不了他人权 给不了他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动力 所以说他们才脱北了 那最后一条呢 第十一条说 这个朝鲜的向导啊 都是一般都是高干子弟啊 有机会出国说带回来奢侈品 哎这跟某国很像啊 是不是跟某国这个权贵阶级 一出去买这个明宝 什么这些L尾是吧 这一排我都要了 是吧 爱马仕都要了 是吧 这个车一个散给我来一款 是吧 都打包运回中国 是不是跟那些官宦子弟 权贵阶级很像啊 你看一看另计划他儿子 儿子开那个豪车 是吧 开豪车创死了 哎 就这样 所以说呢 你看雷探长他不也是通过他的视频指出了吗 这些给他当向导的都是官宦子弟的人 都是统治阶级的人 都是当权派的人 那他能够带你了解到什么样的真实的朝鲜呢 对吧 官方的人来带你游览 那跟你自己去游览 你真正了解到中国能是一样的吗 啊不是 能够真实的了解朝鲜能是一样的吗 那回过头来其实我想说中国了 刚才口误说到中国了 那我就在想 如果中国的政府安排这些人 有一圈和你真正的采访 采访中国的老百姓 他能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有的人老爱说 我代表14亿人呢 我代表你们的心声 他采访我了吗 他问过我的意见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真的不一样 你要真的想看到一个国家真正的原貌 你真的就是应该深入的体会 起码的在这个地方住一年 你才能够真的感受到这个国家 到底是什么样 如果你住的都不超过一年 你根本都不了解这个国家 是吧 所以说呢 还是真的希望有良知的这些自媒体人呢 能够躲一起啊 不要是听这个雷探长说这些 特别冠冕弹簧的话 特别迎合政治口味的一个事情啊 真的这个 有的时候我感觉 现在的中国的这些自媒体的一个博主啊 他们游览世界来宣传这种 怎么说呢 就类似于是像那种大外宣 是吧 就是做那种大外宣 就开始做这个 做这个工作了 有什么意义啊 那你说 真的 你当时 一个人做人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说实话 这个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吧 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不应该追求的是一个谎言充斥的世界 而是应该追求一个特别和平和祥和的 充满真善美的一个世界 对吧 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在言论自由的国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怎么说呢 就是开开心心的生活 哪怕你生活在言论不自由的国家 你也要有一个健康的积极的心态 这就是我最后的总结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